民眾手上背上大包小包 一家大小衝到東流線 還有的是團體帶鸚鵡趕著搭乘 目標是小琉球 儘管爆發 民眾群聚照樣登島 因為行程早就已經安排好 擔不擔心 還是會擔心 多久以前就規劃的 去年 沒有 可以退兩組 一組 26人 一組 64人 小琉球疫情升溫 假日退房超過五成民宿 很有感 同一時間 平中市區三大日 音樂節一連三天開趴不停辦 民眾搭帳篷排隊搶搖滾區 周邊還有市集 看音樂會前可以牽持小吃 打打牙祭 來這邊會不會擔心 那已經穿半觀了 因為這個節目都整分有備而來 疫情大爆發 民眾沒在怕 但屏東確診案例 9號卻創歷史新高 一口氣暴增14人 其中娛樂圈群聚最嚴重 天上人間小吃部 因為高雄個案來消費 傳染給其他酒客員工等等共9人 高雄大帝國酒店一位 總共10人確診 不排除是高雄傳染到屏東 總共匡列了187個人 那麼包括白牌車的司機 他所載送的乘客 疫苗發現小吃部客人搭白牌車到處趴趴走 銷魂足機24處曝光 東港知名海產店小吃店假套套 縣服擴大匡列 一面娛樂圈確診案例如雪球般 越滾越大 記得當初王書宏屏東報導 水神的成分是什麼呢 再跟大家介紹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所以它比較溫和 緊要有的人對酒精比較過敏的人 他可能沒有辦法說一直噴酒精 但是用水神來消毒雙手的話 很安全 那怎麼買呢 歡迎大家上我們的快點購網站 就可以買到